2020年3月1日四場期第一主日尼撒讀經分享 耶穌被聖神領往曠野,為受魔鬼的試探。 瑪窦福音4章1節 分享!耶穌接受若汉的洗之後,聖神立即引領他去曠野,四十天禁食後,魔鬼來試探他。 第一個試探是在他極度飢餓時,魔鬼慫恿耶穌不合乎天主聖意去運用拳柄去滿足私慾。 魔鬼不但攻擊人的肉身,同時也攻擊人的靈魂,心靈和意志。 耶穌以天主的話,生命紀第8章3節 人生活不但靠食物,而且也靠上主口中所發的一切言語生活。 去回應魔鬼!耶穌告訴我們,以色列人也曾在曠野四十年,在他們受磨爛時,天主一直在各方面照顧他們,以各種試探去考驗他們是否願遵守他的話。 若他們忠誠成手約,他們將配接受天主預許的福樂。 《馬逗福音》四章1至11節 人因為除從私慾,陷入魔鬼誘惑中,而不去遵守天主的話,以至為罪害怕天主,離開仁慈的主。 創世紀二章7至9節,3章1至7節。 但慈善的天主,直降生的聖賢,耶穌基督施語恩寵,使人誠意,從身可以與天主和好。 羅馬人書五章12至19節。 天父,你常向世人施展救贖的工程,求你護佑和堅強我們眾人,時常謹記你的聖賢,並謹守遵行,以獲得常生。 因主耶穌基督之名,阿孟,羅拔神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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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